OK好同学我们今天先从前两次的作业的一个回馈先开 先开始那在这里呢 我必须要先跟同学说声抱歉 那个就是第一次作业开始 因为都是以这种私人的就是private的形式 发送作业的repository给各位同学 但是就是我这几天经过几次测试 我发现这种方式 我可以把那个同学 我跟助教可以把同学的repository给clone下来 但是如果就是我们自己加东西进去 要再把我们家的东西push回同学的作业repository 是有一些权限的限制 那这个权限的限制 我目前还找不到解决方法 那我现在在尝试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直接把那个每个同学你都会收到一个个别的回馈单 就是也是也是一个网也是一个网页 就是就是有我或者是助教给给你的一些比较 比较属于你个人的一些回馈 好那我们这里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个人的回馈单呢 我今天下课 我会今天尽量尽量透过每位同学的email 把你的回馈单就是寄 就是单元一作业的回馈单就是寄给你 那那么请你们注意一下你们在课程网页 在课程系统所登记的email 请不要设定为就是会就是党那个 会就是党会就是党性 因为就是有可能那个我寄给你的回馈单 会被当成垃圾邮件 那这个是现在就是治安的问题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那个 既然这个这里这个作业单元一 就是算是已经改完了 好那那么你们现在看到的总评表是正式版 那除了上次有特别讲 就是有提到一些 就档案管理的建议之外 好那这次呢 因为就是把有确定有交的同学 都有做了批改 好那等于那么这个评那么评分的方式呢 会主要会有三个部分 等一下会说明 不过我在这里先给各位看到的是 你们会在总评表跟个人的回馈单 都会看到有一个就是 这一次这个单元的全班的就是评分的等级分部 好那这一次大致我是分成四级 那这四级的分的方式是根据这个百分位数 我们就实际实用统计课就真的实用它统计的方法 就是以百分位数最高到低是百分之八十六十三十 所以如果说就是你看到你自己的回馈单里面 你会有看到有一个就是评分的等级是A的话 就代表说你是属于是排在全班的就是前八十到一百这样子 那这里有五位 好然后再来的就是六十到八十之间是有 这大概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二位这样子 那其余就是就是六十到三十或是比三十之下的 好那在这里可以看到 好因为就是在经过这几周好我们上课我们也有发 我也是也是有发现到 有就是大约有三四成的同学 目前就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个人的一些设备或是软体设定的问题 所以可能还有些跟还有些跟不大上 好那或者是说你自己本来就还就目前还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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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要要除了说要学统计 然后同时还要学城市设计的动机 好那这个有可能你是属于是在这个后面的 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地方 不过不过那个现在因为才开 我们才我们才上课一个月都还是可以那个 就是你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就是跟得上 其实只要你这学期只要能够学到一些 就是怎么样去使用R的程式语言去学会去做一些简单的资料整理 其实就已经算是说这门课希望我带给你的东西就已经达到了 好那这个是就是先单元一 那这个比较详细的你们个别的这个评分就等收到你的个人的回 个个人的回馈单再来再来看 那那么这些评分的标的方式可以看单元二 那单元二开始就是演练的项目就比较多 所以要评分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不过经过这两个单元我跟助教都已经磨合出一个比较顺畅的SOP 好那么应该从今天的第三个单元之后 我们应该这个速度就会变就会变就会变得比较比较快 可能同学只要有有准时缴交的话呢 那么应该是可以就是在在下一次上课之前可能那个同在那个大那个大家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个人的回馈单 好那在你的个人回馈单你会看到的是现在在画面上你看到的这三个大项的评分 我评分不会用数字显示而是会用一些说而是会用一些说明 好那首先有有第一个就是准时推送其实就是有没有准时缴交作业 好那因为从这个作业二开始就是设定是每个礼拜的TA的office hour之后的一个小时 好那么才会那么就那么就是这这次作业的缴交期限 所以我是直接就写一个R code来去做判断 好那所以像是这个那么在单元二呢 我还那么关于说那个持交我还是给的比较宽松一些 就是就是这个这一项的满这一项的满分就是你是在期限前缴交 并且是那个有有那个有这个所谓的合法的assignment HTML以后的所有的作业都是甚至包括期末的专案 都是缴交一个像这样的网页档 然后这个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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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档要有明确的日期时间 那这个是今天这个单单单元我们首先的练习会会特会特别做演练的部分 好那只要是你的assignment你的那个你的那个作业网 网页里的日期时间是没有超过缴交期限 那这个这一项就这一项的评分就会是满就会是满分 那assignment2因为还是考虑到有些同学还不是很熟悉 如果你是超过这个时间但是你是你还是有在今天上课前 有去缴交作业的话 那那么最最最最最最最多就就就就只是降就是降就是降 就是降以降以降以降一个评评分 好那那个如果如果从下一次开始一直到最后一次就是 就是就是只要只要你超过10线的话那么就是直接打 直接就是减一半好所以这个就请大家就是注意一下然后 每一次作业只要过了下一次的上课时间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评分了 好那这一次呃其实就作为缓冲期如果在前面的呃先呃就是最前面开场的那个打招呼的那个 那个我们不评分就是单元一跟单元二的评分 只要只要只要你在那个呃这个单元三的角角期限补角你都还可以就是有那个属于是还算可可以的评分这个就是请大家就是注意一下这样子 好那么呃然后这个有刚好讲到这有个事情就是也是请助教可能先想一下因为就是呃下个礼拜一 因为我知道TA的office hour是每个礼拜一周不过下礼拜一放假 那所以那个这就是这个单单这个单元三的office hour是不是要有些调整那这样的话那个角作业的时间要不要做一些更动 好那这个就请请助教先想一下我们在今天下课前就是跟同学做公告好就请助教先先去先先先先先先啊你们先先那个先就是做个讨论 好好这个准时缴交交这个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你们就可以直接留言或是举手好然后 然后然后再来有一第二个是演练充分度就是最需要花精神做批改的地方好就是主要就是会跟因为因为从从这个如果同如果同同同学你们够 然后你们有你们有比较认真好去看不论是去看电子书或者说去看这个去看呃我现在我现在正在逐步更更更新的讲义你都会看到从这个单元二开始就每一个单单元他都会有至少我看大纲有至少有那个四有五六七项的这样的一个演练的活动 好好所以呃我们从单元二开始这个演练的充分度就是根据的是你的这个演练你的脚上来的这个作业网页好在演练的地方 嗯好刚刚有说到等一下我再说好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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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问的同学你们先先先先先尽先尽管问我先讲完这个这个看看看再做一个回再做一个回复就就是呃 assignment的嗯 嗯就是在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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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带着大家做演练 然后下课会有一两个演练项目 给同学当作是回家作业这样子 所以这个演练充分度 最主要就是看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把演练的成果表 就是呈现在你的作业网页上 特别是如果你上一次单元二 你有认真做 你应该会特别清楚 那么只要有做到一定的程度 你在这部分都会有一个 就是会有一个算是非常不错的评分 那其中每个单元都会有 就例如说这个单元二 上次这个单元二 我这里是有挑出其中四个单元 四个项目 当成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演练的单元 演练的项 演练的这个项目 只要你主要演练项目 也有达到起码的标准 那在这个演练充分度 就会得到最高的评分 那这部分的评分方式都是 我会先挑大概将近十位的同学 做一次批改之后 就是决定了批改的那个 的一个标准之后 再交给那个助教批改 还剩下大概将近八十几位的同学 所以大家可能都是蛮辛苦的 那不过目前的话 那么就是只有 只有就是会 就是会有那个地 会有地会 就是会是有有这样的 那个评分上面 你们可以 你们你们你们可以会 会看到的就是说 说每一个评分 最高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非常厉害 然后次一级就是相当不错 然后再来就是还算可以 那那个 那个最低就是 就是一个需要加把劲 好那 为什么那么会有 那么是什么地方 会让你 会让你的评分比较低 就是你就要 就要就看一下你 我们给你的 就是个人回 个人回馈的评语 好 OK 好这是这个演练充分度的部分 我要先说明一下 第一次就是那个 开场白的回馈主要是 就是就是那个 Hello的那个回馈 算是测试性 测试性值 所以那个有的同学没收到 有的有收到那是正常的 真正的第一次是单元一 那个都还没有寄出去 所以都都都不会有人有 好这个就请同学就是了解一下 好 好那么 那么那么 那么还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算是有点但是加分性质的演练活用度 就是现在大家都有如果有认真上应该都已经知道了每一个单元其实在讨论区像这是今天的已经先预备好的这个讨论区 你在讨论区有有那个就是你提出问题啦或是贡献一些有用的技巧或资讯啊然后偶尔会出现一些限量的抢答 那我如果留下这三种表情符号的话那那么就会就会给一个就是就是你就算是有一个点数那这一项的这个评分就是以你在这个单元 你的那你呃你呃你呃你就是你有获得这几种表表情符号的的一个点数的累积 好那本来有我们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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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在呃还还有一些就是在困惑说这样子要怎么来听然后后来我我才想我才想到就是说这些表情符号其实它也是一个文字字符 你用网页搜寻就可以看了所以其实就木就目前来来来来说我我只要用一下网用一下网网网页搜寻我就知道说每一次的单元的这个呃大家的这个呃有被平这个活用度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好那上一次的活用题呢我觉得有一些呃可能要值得同学警惕的地方这个今天稍后有时间提到我再说 好那呃呃还有两种哦还有呃目前还没有同学去开张的就是就是因为有一些哈你可能有一些心得或是有一些问题 是不限在一个单元的可能是你是你自己可能你你自己有可能累积的例如可能学可能学到了其学到了其中之之后你才终于有一些想法或是你才知道该问什么样的问题 那那那么你可以用这种比较大的这个类别就是开一个问题在讨论区啊这我在 我在那个在这边再简单的示范一下就是你直接就直接就这样子你就直接自己开一个new discussion 然后选择看你是要分你要分你要分享心得你就点这个你有你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按这个Q&A然后写一下是什么样的心得问题然后再来再来再来仔细的说明 好那你说的越详细的话越有就越有可能就是会得会会得到属于 问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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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或者是分或是分或是分或是分享资讯心得的这个emogy好当然这个同学在你其他同同学在你开的帖子好那那那那那么有那个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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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更进一步拓展这个讨论话题或是资讯的 也是有机会会得到这样的emoji 好,这个是活用度的部分 OK OK,好 那再来我就是单元二呢 有四个 主要上一次有四个项目 我列为是主要的那个学习的重点 这里就要请 这个部分我会把它放到那个同学的个人回馈单 那么也会在这里 也是请同学会再也来看一下 我其中有一个 在上一次的练习一 是要请同学用help去查查这个 这个函数是什么样的功能 不过正如我上次在上课的时候没有那个仔细的去提示 因为我是想要观察看看大家会怎么去抓出里面的说 里面的说明过 果然不出我所料 很多人都只会抓那个help的第一段 那个第一段他不是只有讲阿弄 因为你们会注意到这个阿弄的help 他其实是把他的一个姐妹系列的函式 像什么d弄p弄那个我们还没有学到 都一起把它抓过来 那么我是要看看你们能不能够自己去学去有 知道说只要去抓符合这个是属于这个r弄的这个 这个函数的说明 这个函数的说明 那个找到的 因为这个怎么样去查这个help的资料呢 主要是你要你可以自我学 你可以自我学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开始 因为我有说过我的角色比较像是教练 不过是什么样的教练 目前我自己觉得 我本来是以为有一些像是那个什么健身的教练 但是我上这几周下来 我自己觉得我现在比较像是那种驾训班的教练 那今天算是要那个 那个那个准备要带那个大家去大马路上开车 到今天的课都还算是在驾训班练习场里面开车 好那么这个是练习一的这个用意 那练习五有另外一个用意是要看同学 你会不会去观察 就是像上次已经跟各位大致介绍了 就是RStudio的这几 他有这几个视窗的功能 练习五的用意主要是 看你会不会去运用不同视窗 当你在Source或是在Console执行的一个程式之后 你会不会去观察其他视窗的变化 好那那么如果你知道怎么去看的话 那么其实你每一次你自己尝试写一行Core 都是一个自我的学习 好那么在这里有 在这里我只要是同学有注意到这个物件 因为上一次的那个程式嘛 就是只是说要会要建立一个物件的数 赋予指派一个物 指派一个物件数值 然后接着就会在Environmental 会出现说你 你呢指派了什么样的物 什么样的物件 然后有什么数值 好那这些数值这些在Environmental的就可以被后续的程式嘛 或是你其他的工作去使用 好这是一个很重很重很重要是 是不管是学R学任何的程式语言都 都是首先要先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观察力 那你至少有提到这个话就 代表说你已经开始有到那个我自己认为的第一层啊 好那那个第二层的话 大家可以再去体会 其实还有在越在越在更高端的层的这个 这个这个层的一些层次 好那我是也有发现在现场 在现在这个班上有一些同学 算是也有一些很丰富的程式语言的经验 可能搞搞搞搞不好这些同学在某方面 这个段数比我比我还来的高 不过我在这个大班上课的状况下 我必须要兼顾各个层次的同学 这个层次指的是你对这个现在这个 这个城市写作还有这个统计的观念的这个掌握的层 那练习六呢就是那在是给是要跟你是要那个那个 那个藉由这个让你们去查这个R的版本 要建立那个那个引用资讯的这个正确观念 然后在讨论区有很多同学都有找到方法 但是你必你只有找到那个方法却没有说该怎么做 好这个就好这个就好就好像是那个你要那个找我学一些功夫 那我就只有把那个什么密集就丢就是丢就是丢给你 要你自己去看一样 但是这个如果说就以这种算是那个教育训练的立场来说的话 这是有点不大负责任 基本上如果你要你要去找到 你又找到这个资料了 那么你应该也要说明说 如果说简单的说明在assignment的这个 就是以这个上一次作业的这个例子 不不不不不不不 虽然说这个是第一这一次作业 你们至少要要 如果你早上知道你至少要提出说 像在这个RMD里面该怎么去使用 像那个CITR这个套件该怎么用 是要是要在什么样的状况用 OK我是相信很多人都有看到我的那个网页介绍 但是呢我的网页的介绍只是个头子 那个那个真正得要去看 那个我配合网页介绍有一些那个YouTube的影片 我相信有找到的同学大概找到了 但是却没有去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用 这个还是找到但是还是不知道要怎么用这个套 用这个套去使用这样的一个套件 我这个也是给同学一个算是警惕啊 特别是你们知道现在那个在大学 那个连老师们那个去抓 就是说都会都要警惕说自己的文章 会不会不小心抄袭到别人的 包括说自己的学生 好那你们的你们你们这个就只有去抓出 我的网页的一些文字 却没有去说明自己的想法 就已经算是已经游就是游走在这个抄袭的边缘了 只是那么我这次在讨论区 我都完全没有给这样的回 给这样的回 给这样的回 的回应 任何的emoji 我也没有给 给那个进一步的提 进一步的提 进一步的提示 好那么就就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就是现在我 就是跟各位同学就做个说明 好然后最后 然后最后那个练习期 是 是透过检测 有没有在这个library 就是作为就是说建立 开始学程式语言写作的同学呢 就是一些比较良好的习惯 那我是看到有些同学真的是以前是有学过 所以所以这次来来上这个课 有点像是代义求师这样子 好那那么其实我我我我看就他们程式写写作观观念在 其实在之后好几个单单元都可以直接抓那些同学来当助来来 呃来当助教都可以 好那么那么那么你们你们可以可以去看看呢 呃就是呃我在讨论区中哈 呃就是在这个单元二讨论区里里面你们有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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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看在里在这个我在回应下面有有有有有有去有去贴这个emoji的同学看看呃只要他们是提提到提到的事怎么样去检测检测有没有安装这个函 这个程式的程式的程式是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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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可以去去参考看看那以后可能会在几个单单元里就会实际的去使用这样的一些那个程式 好那这次这个矫调状况呃我们我们这一次这个呃矫调的期限是本来10月4号啦所以10月4号下午2点 所以说基本上呃这次矫调状大概是超过一半的同学都有准时教 不过然后虽然有些同学是过到到甚至这个是到昨天才才才才才才教那不过这像这一两位为这一次这个推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在准时团 推送的这部分我会目前还是会重宽处理 只不过下一次开始就没有 就会是没有平分的 这个时间不用管我这边的大钟 我这边的钟师跟陈大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就是 作业回馈的部分 这边有没有问题 回馈单的部分就是作业一 assignment 1 我们现在只有正式的 就是只有主要是 是已经 已经完成了 就是第2周的assignment跟第3周的assignment 2 那assignment 1的那个个人回馈单我会 尽快在今天用那个 电子邮件的方式就是寄给 各位同学就是前提是当然是你要有 那个 有 有那个 有clone 你的那个作业 你才收得到 那assignment 2 同样也是一样 因为assignment 2我有注意到 有些同学 有clone这个第2周的但是没有clone这个第3周 没有clone这个单元2的 那么 刚刚我有提提提提提到 就是说 你还有 你可以在 那个 缴这个第3 在缴这个assignment 3的这个作业之前 给我们 就是可以再来做 给你一个最后的补缴的机会 那之后都没有了 请注意下 就是 你可以在 你如果是 你的assignment 2 还没有clone 甚至都还没有去领取 的话呢 OK 这个assignment 2我好像已经关掉 这个等一下我会打开来 那你可以再去领取 然后你会再去 那么在 你就在那个第3 在这个 今天 我们要来谈的这个assignment 3 缴交之前要来做一个 要来 要来就是 可以做一个 补缴 好 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那 呃 我们在休息前 我先 就今天的这个 做一个 简单的 开场 今天的 你们拿 你们拿到作业之后 应该会觉得很奇怪 好像 好像今天 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不对 因为今天这个assignment 就是只有这样子 然后 那么主要的提示 其实都在这个中文的讲义 这边 好那我在这边也特别要先 呃 再对电子书一些 呃同学可能会忽略的 但是对你很有用的地方呢 要做点提示 就是 附录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附录的部分主要 其实都是在第1周上课前 有提 有提到 那 那么因为 也在过去 呃 几次上课也有注意到同学有些 蛮特殊的问题 那么所以 我再把 Appendix 这 这里有一些 有一些 特别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附录 D 这个附录D 是讲的是这个 呃 怎么样去升级你的 R RCDL 跟R的套件 好因为有 我有 我上次有注意到有看到 碰到一个同学 他 他用的版本是两年前的R 那这个问题会造成是你 如果说你今天要用新的套件 你可能会没有办法安 会没有办法安装 那如果要怎么去 升级啊 然后这个 要怎么去升 升级你的R的版本 或者是套件的版本 可以去参考 这个附录 部分的 这个 他的提示 因为这个英文的电子书 本来就有 所以我就直接 抓英文的 过来 给各位看 好然后还有一个 部分 是 有些同学可能是R的那个 R的那个安装的问题 除了 除了我是 除了如果你说你是因为安装的问 你可能是安装的关系所造成的问题 的话 那么我是建议 你在这边你再看一次 然后 关于这个R的 这个 因为我自己是使用Windows 我对Windows 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你的R的主程式的安装 还有 就是R跟R Studio的主程式的安装 请不要安装在 这个 这个C巢的这两个目录下 我再提示一次 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同学 你的R跟R的主程式 请不要安装在我现在 选起来的这个Progress Files 跟Progress Files 什么 X86这两个目录下 如果你因为安装到这个目录下 而发生一些问题的话 那我建议你把 你的R 跟R Studio重新给移除 然后安装到 别的目录下 像我的 像我自己的习惯 我是把它安装到 C巢以外的磁叠区 然后开一个App 这App就是用来 用来装我其他 额外装的应用 应用软体 包括R跟R Studio 这是我的一些建议 那么如果呢 你有 你接着你到你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你自己发现 有一些你想要去更改的地方 那你可以参考这个 我今天新家的R环境设定 那基本上R环境设定呢 我是建议的是 也跟我个人心得有关 就是 环境参数设定越简单越好 因为这是考虑到 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写的Code 要搬到 要搬到就是说 其他的 地方的 就是要那个 搬到 其他人的电脑上去 重新再做一次的话 那我必须去考 那么我必须要考虑到 对方的这个环境参数 可能设定跟我不一样 所以 所以 尽可能就是 就是说 可以做的 要动到 环境参数的部分呢 越少越好 那我这里只建议就是 那个 在 在R里面有两个跟 环境设定有关的档案 一个叫做这个 点Profile 另外一个叫做 点Environmental 点Environmental跟那个安装 就是 R的 套件的路径 是有关 关系 好 那么 另外一个这个 R profile 是跟你的这个 R的 Console 的界面 是有关系的 我就在这个休息前 我就简单做一个 这个 点R profile 设定的示范 给同学看 像现在 你们看到我这个 R的Console 是这样吗 好那么 首先这个是它是 这是我一个自定的欢迎讯息 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前面这个 游标 提示的符号 跟大家 长得不大一样 还有加一个R 那么 那么 那么如果说我要去改变的话 我就是只要 去开启 编辑这个R R profile 这个档案 好 那这里 第一行 Message 这个里面就是 就是我 自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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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的这个欢 的这个欢 欢迎讯息 欢迎的欢迎讯息 那那我就可以 可以就是 就是 改一下 就是改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提 这个提示符号呢 我也可以再去改成 我现在 好像 但是我改成 我这个是 这个看我写就知道 我是那个星际大战的 粉丝 那那个 Options 就是 这里这个是用在说 就是 有时候 你的这个 Council里面的 指令如果 不完整的话 那么它会有一个提示符号 我 讲个例子 也就是上次我们我们不是 认识的 Arnone 我们知道它的这个完整的函数是涨价 但是 假设有时候我不小心手滑 我砍掉了一个 后面的一个括号 然后按 然后 就按了Enter 然后他就 那这时候他就会有提示 好 就是 那在这里我就告诉我 我就是要再 补一个括号 他才可以 就他才可以执行 那对Arnone他还要 就是加个数字 就告诉他要 伸出几个 好就是加个括号 好那这个提示符号 也是可以自定的 那预设的话 都是什么 加号 像是这样子 好那 那么 那么关于这个档案呢 我就只要存档之后 我再重新启动这个Arn 好那这里要交一个 上次来没有来不及交的 如果你 上次你改了这个环境的设定 然后你要让它 生效的话你必须要重新启动Arn 那在这里你只要 按一下这个Session 然后按这个Terminal 就是要让这个 让现在的这个Arn的Session 请先结束 OK 好他 就像是那个 作业系统重新开机一样 好你有没有看到 这里 现在他的欢迎符号变了 然后提示 也变了 好然后 刚刚那个 有要做示范 就是 在故意 再写一个残权 然后你们看到 这个提示符号也都变 OK 好那我们就在这边先 休息10分钟 给大家练习一下 然后也可以就是 问一下 你们的一些 疑问的 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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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